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我是天晴 近年來,全球氣候異常日益明顯 尤其是在中國,氣候變遷是更為突出 原本江巷的青海省突發洪水 而往日濕潤的貴州省 更加因為江巷而引發起洪洪的山火 2023年,中國刷新了最冷和最熱的歷史紀錄 專家認為,氣候變遷正是對應著社會的變革 青海省地處於青藏高原 屬高原大陸性氣候,降水量少 境內絕大部分地區連降水量在400毫米以下 其中,刀蘭園屬於高原半干巷型的氣候 全年平均降水量只有194毫米,並集中在夏季 2月21日,刀蘭園消防救援大隊 卻接到了牧民求助 說自家羊群被急速上漲的河水圍困在沼澤地中 經過長達兩天的救援才將205隻被困的羊救出 查看歷史,青海省的氣候從江巷變為濕潤 是從十幾年前開始的 從2016年,中國地理國情普查結果顯示 中國內陸最大的鹹水湖,青海湖,與2015年同期相比 增加了169.7平方公里 相當於26個西湖的面積 根據青海省氣候中心高級工程師大星的介紹 從2005年開始,青海湖流域降水量呈持續增加趨勢 年平均降水量由1961年至2004年的358.8毫米 增加到2005年至2016年的421.8毫米 增加近兩成的 貴州省位於亞熱帶東亞大陸的貴風區裡 氣候類型屬於亞熱帶高原貴風濕潤氣候 降水較多,雨季明顯,陰天多,日照少 貴州多山多雨,天無三日程,地無三尺平 這句著名的言語就是用來形容貴州的天氣 然而,由2月10日至22日 貴州全境卻突發森林火災221宗 過火面積相當於兩個台灣 農民適心致養的新畜全部撞身火海 中共應急管理部風險監測和火災防治司司長 楊毓東表示,2024年貴州西南部溫度 比往年要高,攝氏2至4度 降水比往年少了5至8成 中國的西南部和南部是中國降雨最多的地方 不回歸線穿過的雲南、貴州、廣西、廣東 都是降雨豐富,每年的颱風帶來的水氣佔降雨量的6成 但從2023年開始 貴州以及鄰近的省份則出現干巷的天氣 廣西、貴州、雲南和四川等 出現了大範圍的重度氣象干巷 雲南、四川、貴州多地更達到了特巷級別 對於上述青海和貴州的氣候異常 很多專家認為可能是跟降雨帶不移有關 降雨帶的不移也造成了近年中國北部 頻頻發生暴雨和洪災 2023年7月底到8月初 中國北方特別是經津、旗發生暴雨和洪水 北京地區遭遇到11年來最大的暴雨 83小時內降水量達到331毫米 為去年全年降雨量的60% 昌平、王家園、水庫 三日雨量達到744.8毫米 超過以往一年的降水量 這次的降水過程 為北京地區有儀器測量紀錄 140年以來排位第一的降水量 是1963年以來海河流為降水量最大的一次 位於北京西南部的特州也成為重災區 特州大部分地區遭到洪水沖染 該城商業街變成了混族的河流 附近的農田也整片淹沒在水中 洪水沖走了橋樑、沖毀了交通 德州全市13.4萬人受災 至少有20人死亡 在稍早的2021年7月21日 河南鄭州一天的降雨達到了624毫米 初日今單日降雨最高的紀錄 降雨大不移的另一個證據是 中國第五大沙漠消失 位於陝西漁林和內蒙古厄爾多斯市之間的 厄爾多斯高原中心 是中國第五大沙漠 毛烏素沙漠 面積大約4.22萬平方公里 以新月形沙丘和沙丘鏈為主 有黃河之流、茂定河、忽野河等河流穿過 現而截至2018年11月 這片沙漠幾乎完全消失 變成了森林 此外,全國共有55個國家的氣象站 日降雨量破歷史極席 2023年降雨量最多的站點是廣西北海 累計3233.6毫米 創下了當地歷史紀錄 江蘇昆山、重慶北培、湖北宜城 黑龍江五常和茅丹江等地的年降量 總量也打破了當地的紀錄 中國最冷和最熱歷史的紀錄 是在2023年也被刷新了 創下了寧陷攝氏53度的最低溫度 和攝氏52.2度的最高溫度 全國均溫值也創下了1961年以來最高 據中國國家氣候中心的數據 2023年山東、廣西等13個省的氣溫 都是1961年以來歷史最高 全國共有127個國家氣象 暫日最高氣溫突破了歷史的極席 根據統計 2023年1月22日黑龍江莫河徑 最低溫度達到了零下攝氏53度 7月16日新疆吐魯凡三寶鄉 最高溫度達到了攝氏52.2度 分別打破了中國實測最冷和最熱的紀錄 此外北京經歷了70年來最冷的12月 廣東則遭遇到40年來最冷的冬至 中國的傳統文化《港天人合一》 中國人相信自然氣候的改變是天象變化的反應 而天象變化更主要是針對某個社會的形態 包括改朝換代 雅悉特大學地理系博士 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生態環境和林業學碩士 梁佩健認為氣候變化可以塑造歷史 文章表示氣候變化是革命的催化劑 過去的改朝換代在很多情況下 是由氣候變化驅動的 古人懂得根據天氣占卜預測王國的未來 中華上下五千年經歷了很多朝代的變遷 他們已經了解到環境變化是民族輕衰的關鍵 研究發現中國的溫度變化和整個歷史上的發展 和穩定高度相關 技術和經濟的快速改善通常發生在溫暖的時期 而溫暖和飢餓往往是和寒冷的氣候有關 獨立讚稿人諸葛明陽對大紀元表示 氣候異常天災人禍、瘟疫流行 预示著紅潮正是走向解體 從中國的社會形態來看 今天中共黨魁所做的一切都是枉死淚走 政治上阻轉 金融經濟嚴重下滑 國際社會圍堵中共 以及各類社會極端事件頻發 這一切都是中共自毀的表現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記者江峰採訪報導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月月版部分內容 也加入了《大紀元》的Patreon 請大家多多支持 《大紀元》記者江峰採訪報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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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